這條是關於locus的題目 一條直線L 3x加by加72等於0 就穿過A018這一點 然後這條直線就切到xs 在大階B這一點 A1就叫你寫下大階B這一點的座標 A2就叫我找回世界B這個數字是多少 我們先看看部分A 如果它說一條直線切到xs 其實不一定是直線的任何線都是 它切到xs as point B B這個y座標就會是0 OK y座標of大階B就是0 所以你只要代替y是0 你就算回它相對應的x座標就可以了 多例會這樣寫 suby等於0 into L 即是那些equation Y變0 世界B你不知道是多少 不要緊的 因為世界B乘0都是0 你計算到x就是負24 所以大階B這一點的座標就是負24 0 如果看圖那條直線就會這樣 A這一點的座標就是018 Y這一點的座標就是負24 0 A2就說要找回世界B是多少 怎樣做呢 你代替A這一點都可以了 A這一點的座標就是018 即是x是0 y就是正18 代替直線的equation 計算回世界B 好了 我代替x是0 y是18 這些是A point A 什麼叫做把這個point 代替在條線上呢 即是x就變成了x座標 而直線的variable y就變成y座標 代替下去之後 你就有新的equation 計算到世界B就是負4 即是這條直線就是3x-4y加72等於0 part B就有了 p就是一個moving point 會移動的 怎樣移動呢 就是p和a的距離 會等於p和boy的距離 我們就要用這個graph paper 試試畫一次出來 考試也是一樣的 你憑空想像 你是不容易想的 除非你已經背了這個典型的格式 這是一個很standard的文法 在公開試都是 p和a的距離 等於p和boy的距離 先開股的 其實這個locus 就是aboy的垂直平分線 但是如果你一時不記得這個文法 你可以怎樣幫自己的記憶 或者是畫出來 你就要用graph paper 可能最初你說這點p 你不知道在哪裡 但你可能猜到 有可能大約在這些位置附近 因為你要pa的長度 和pboy的長度一樣 然後你要留意一下 p這個你看到的這個位置 它不是唯一的一點 符合pa等於pb的條件 它可以走下一點 它也遷就到pa等於pb的 甚至你說再誇張一點 我拿這個位置 我拿ab的midpoint 這個可以的 pa和pb一樣 不過問題就是 你如果在graph paper上只畫一點的話 你就很難想到那個動畫 或者那個動感 因為你只在graph paper上不動 你可能只把某些點出來 那你怎樣做呢 你就可以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盡量多多幾點出來 譬如你想pa和pb的長度一樣 那你就想多幾個possible point出來 譬如這一點就看起來OK 可以啊 退下一點也可以呢 都可以啊 你盡量多多幾點出來 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方便你觀察到 有條線慢慢形成出來 你會發現到 就是說 我的point b 在這裡多多幾點之後 你會發現慢慢有條直線形成出來 直線形成出來 OK 那你在這個graph paper 譬如考試的時候 做功夫的時候 你只要多多幾點 你就可以把線表出來的了 當然啦 你不要只找個一兩點 譬如找個四五點 譬如你覺得是 譬如能夠遷就到pa和pb一樣長的 那你就把那些點 打個交叉按鈕 那你就會慢慢看到條線的了 這裡用電腦動畫畫 就直接一點 甚至可以顯示 那個trace給你看 譬如我現在把pd點 根據條件去移動 保持pa和pb的長度一樣 OK 對方可以動成這樣 那麼紅色這條線 我們就稱之為 加碼 即是p的locus OK p的locus 那麼這條紅色的線 第一是直線 第二是ab的垂直平均線 OK 那麼你就寫回 加碼其實就是permendiculate by set of ab 然後找個equation of gamma 首先 加碼這條線 它會穿過a和boy的midpoint 因為a和b的midpoint正正符合pa和pb的條件 所以你就可以找到ab的midpoint多少 而另一方面 紅色的直線和ab的線互相垂直 即是說 加碼的slope乘ab的slope 會是-1 就變成這樣 前面這條線 就是紅色線的slope 那 y-18加0除2 over x--24加0除2是什麼意思呢 首先你解釋這兩條 加起來除2是什麼 這個 就是ab midpoint的y座標 下面這個 -24加0除2就是ab midpoint的x座標 那 那麼Y-2 然後Y-1 這一個 整個就是 計算紅色線的slope OK 你當作x,y就是 在紅色線上的畫表 然後 後面這塊 其實就是 ab這個直線的slope ab這個直線的slope 就是y代表双减除于x代表双减 两个直线是互相垂直 所以他们的slope乘了负1 这就是我们要的equation of gamma 化解 y-9over x加12乘3over 4等于1 跟着我们把y做室约 砌回slope interset form 化解动作 把负1除3over 4 用计数据读 变成负4over 3 把整个x加12代表变成 变成y-9 等于负4over 3 x-16 第2个9加 变成y等于负4over 3 x加7 这就是我们要的大黄 equation of gamma 这是第一个组 第二个组法就是 当你完全不管图图 纯粹根据题目的要求去设计 如何设计呢 直接当p这点叫xy 因为pA等于pb 就是p和a的距离 等于p和boy的距离 直接用distant formula 这样组出来 好处就是 你直接由那个题目的要求出发 缺点就是 中间的运算和化解 反正就繁琐一点 你说不是的 我代数能力很强的 能够很容易有化解 也可以 这里有个小撇步 就是这个开方根 左右两边的大开方根 其实是可以不写的 为什么呢 因为distant formula 就是x座表双-square 加y座表双-square 就是整个开方 但是如果左右两边 你都在计distant 其实两边的开方根 你一tick square 就正终了 所以这一步可以skip 你直接由第二步开始写 都没问题 就是当你跳步而已 中间的化解 你要小心 特别拆这些 y-18 bracket square 拆开有三个term x加24 bracket square 拆开有三个term 然后整理你这条式 通常你会先整理到 一个general form 就是把全部term 放在一边 另一边是0 你说我整理这个 3x加4y加21等元 做final answer 是可以的 但习惯上 我们把等元 寫在右边 或者你需要用slope intercept form 拆回y做subject 都可以 两个方法都可以 第一个方法 用几何方法去处理 第二个方法 就纯粹代数角度去处理 两个方法都可以 接着看完题目下去了 就说了 现在 Gamma这条线 我们找了 Gamma 就cut到L and Q B1 就找了 Equential of gamma 找了 B2 就是找AQO 的awful center O 就是Origin 首先 我们要认定 Q 在哪 首先 Q 就是这条 Gamma 和AB 直线L 的双交点 Q 其实Q就是AB的 你一看就看到 OK 接着 先说 O O 就是Origin 现在有三角形 AQO 我要找AQO的awful center 第一件事 就是 我们要知道awful center 是什么 就是三角形的三条高度的双交点 你要记住 awful center 就是三角形三条高度的双交点 你刷完这些东西 可以 三条 垂直线 你刷两条可以吗 刷两条可以吗 刷两条也可以 刷两条可以 刷两条可以 刷到双交点 就算刷三条 它也会穿过H OK 所以 我们暂时刷两条 放大一点 我们如何找到这一点的座标 我们叫这个awful center 就叫做H 它的名字 OK 我们要找的是H 的座标 好了 有一个座标 是容易找一点的 如果你细心观察一下 你就知道 这里有条水平线 OK 为什么呢 因为OA这条线 是在YS 所以 如果有其中一条线 是要垂直YS 的话 那一定是水平线 好了 但我们知道 H 就是三角形AQO的awful center 之后 QH 是会垂直AO 也就是QH 是水平线 QH是水平线 代表什么呢 就是说 H的Y座标 会等于Q的Y座标 大家以为地下这么高 OK 所以你就可以很快知道 H的Y座标 就是9了 只差一个X座标 对不对 好了 那这个X座标怎么找呢 我们用回垂直的概念 OH的slope 吃AQ的slope 等于负1 就可以计算H的X座标 B2我们先说一下 假计 OAQ的awful center 就是H 留意了 AO就在YS 即是说 H就会是 躺在一条Horizontal Line Passing Through Q 即是说 HQ是一条水平线 甚至有些同学在B1 用了第二个方法 没有找到Q这点 所以我们也留意 Q就是AB的midpoint 所以我们找到Q的座标之后 我们就知道 H的Y座标就是9 那我们就计算H的座标 就是H9 X座标是未知数 Y座标是9 OH的slope 乘AQ的slope 是-1 所以我们计算 9-0 over H-0 乘18-9 over 0-12 就是-1 好了 列9一按机 就是0.75 OK 0.75 甚至你醒目一点 都知道AQ的slope 即是AB的slope 你便知道是0.75 好了 读机 接下来-1除0.75 再输入 按份数键 变成-4 over 3 接下来交叉 H就是-27 over 4 小心正负好运算 最终写回答案 大阶H的座标就是-27 over 4 9 9 H就代表是-6.75 9 OK 整个数据就完成了